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来到即市攻略的环节 先和大家跟进现在最新的试放 港股已跌超过700点 跌742点 25326点 跌幅差不多3% 国企指数方面跌接近3% 跌了357点 12254点的水平 大肆成交暂时687亿多 另外看内地A股表现 上证指数升接近2.5% 升94点 3781点 今早曾经升超过8% 深正成指升不够1% 109点 升12355点 至于创业板指数方面跌超过1% 这次嘉宾请来研究部经理陈伟聪 Jason和我们讲一下焦点板块 Jason 你好 Jason 你好 Jason 看到刚刚过去的周末 内地方面暴力唾市 证监会在5日晚上发表公告 指前一日之前 有21间的证券公司 和25间公务基金 分别宣布会入市 至少有1200亿资金 会直接买股市方面 但是我们看到 创商方面的入市 其实羊毛出自羊身上 对于创商股这个板块 是否真的会有利呢 是的 这一类的入市 其实是用证券公司 旗下的自营业务 交易和trading方面的资金 直接在市场上买货 这次购买的 虽然只是买一些蓝筹股的ETF 听上去都是挺稳定的 但是都不要忘记 因为如果你说这一阵的市 都继续不理性地跌 基本上如果你说创商 拿了一些钱 直接去买货 但是那个市 来附近都还是升不上去的 甚至乎再向下跌多 可能一成 甚至乎更多的时候 证券公司这一类的交易 或者这一类的trading 都会有机会直接面对一些亏损 还有今次你说说千亿亿人民币 虽然对整个A股市场来说 就不是说真的特别多 但是不要忘记 这千亿亿人民币 就是来自21间的证券公司 计分每一间来说 都是拿着他们净资产 但如果是一成半 就拿出来买的 那变相如果你说这一部分的资金 真的扔了到股市道 未来的市场升不起 再要跌的话 对于证券公司来说 都不要说真的没有影响 甚至乎可能他们 未来的下半年 业绩能不能有明显的提升 都可能都很受这个因素影响 甚至乎不单只是说入市 更加都见到有个条文 就说到如果未来的上证 综合指数 仍然都在4500点以下 证券公司买了那些货 或者之前拿着那些自营股票 就不能够做一个减持 基本上就算有些证券公司 真的看淡的事 真的觉得未来的市会再跌 或者他们拿着股份 都还是有风险 但是不好意思 因为现在讲的是 上头下了order 基本上你想放都不能够去到减持 那变相如果你说减持又做不到 这个位置又再要他们买货 那变相就将整个A股市场的风险 直接转嫁了到那些证券公司那里 所以你说未来的公司 是不是真的说会有个好的表现呢 那当然如果你说好的角度来说 那么大量的资金 或者那么多政策一起出 去托着市 照计A股就不应该再跌得太多 但是相反 如果你说未来的这一阵的托市 都是没有力度的 未来的市场要再跌的话 那这些政策公司都会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12亿的资金 成为现在一万亿的成交 可能十分之一 未必是一个比较大的数目 另外也是刚才Jason你所说 如果升市就说他们可以受围到 如果跌市的话 他们都是一个风险来的 不过见到内地方面 还有另一个招数 就是IPO将会暂停 这个都可以解读为 就是旧市的一个序幕 还有就是银行 接下来都会答应 是会给更加多的流动性 给一些券商 和中资金融股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两招一出 会不会都对他们有利点呢 当然这两招 都是直接拿来托着市 希望令到市场气氛 可以缓和一些 让大家不要那么害怕 不要再不理性 去到人差人的订货 但是对于券商本身来说 我又觉得 不会说真的很有理 特别你说 将IPO的发行暂停 当然对于市场来说 就不会造成一个很大的资金压力 希望缓和回流动性 但是对于券商来说 变相都是少了一番的收入 因为过去那半年 有很多一些大型的证券公司 为什么利润可以升那么多呢 其中的原因 都是因为 Investment Banking的业务 就是说去做一些 新股方面的保证 又或者做一个包销的业务 都是为他们 带来一个很大量的收入 如果你说 来到IPO真的要停的 或者放慢很多的 这一部分的收入 我相信都会有很大的冲击 另外我们也看回 有个潜在的风险 就是说回内地方面的成交 都可能成为了一个隐忧 因为最新法巴发表了一个报告 说中资券商股 由高位调整到现在 虽然已经累计三成 但未来也有一个隐忧 就是说 因为目前现在 15000亿的成交 是不能持续的 自从2000年以来 公众流传量已经是大约360% 按目前的规模 日均成交额 7000亿是更为之合适的 估计A股下半年的日均成交额 是8330亿人民币 明年大概是8500亿人民币 如果去到这个情况 对于捐赏来说 都少了很多成交 就是影响他们的收入 是的 因为去年下半年 特别去到第四季 那个内地A股 就进入了一个很疯狂的牛市 当时大家买货 都真的来自用资用券 不断借抹的钱来到 就是炒高市 当时见到内地股市的成交 每日是可以去到 整个2万亿人民币 当然你说平均都有 整个1万4万5亿 如果你说去到今年下半年 真是学法巴所说 那个成交有个这么明显的回落 由1万5亿跌到七八千亿 理论上对于捐赏的佣金收入 都会有个直接的打击 还有不要忘记 之前说的捐赏 大家都觉得竞争是很激烈的 还有佣金率都不断要下调 但是大家就认为不要紧 你真是每单收便宜些 但是如果你多trade 那量都能够是补回价 对收入来说 都不会有个很大的问题 但如果你说现时竞争仍然都是激烈 但是同时间呢 那个成交又跌下来 就是连个量都补不回 那我相信对于整个板块来说 都必定是有个很大的冲击 那甚至乎都可以是提一提 因为刚刚都提过 就说中央那边 现在都定了个界线 就说4500点这个上证 就说如果你低过去的 就不能够减持 那就是意味着 如果未来的市真的那么好彩 或者让你弹回到4000多点的时候 其实对于散户来说 都是会有个心理压力的 那因为他们就会觉得 既然你现在定了 4500就不准减持的 那就是意味着 未来的指数去到4500点 甚至乎可能高一点 那些券商或者其他公司 就可以不断把手头上面的股份 就订出街了 那到时会不会都形成一个阻力 在4500点这个位置呢 那对于散户的投资者来说 都会有个心理的压力 那现在入市都好呢 他们都不会说 作一个很长线的投资 就可能纯粹一个很短线反弹的 又或者他们买货方面 都未必说会再好似之前那么进取 继续用一个很高的杠杆 很大量的孖箭来买 所以在那个成交额方面 我自己都真的 不会说看得太乐观的 你说要长时间继续在 万几亿每日成交金额呢 似乎都不是说一件容易的事了 嗯明白 但是都见到法巴方面 虽然就说成交会萎缩 但是都会给这个华泰证券 6886是一个增持的评级 第一次给了一个这样的卖入的评级 都想问回 其实多间大行都会对他投下信任的一票 是否因为现在股价已经跌到低无可低的水平 已经去到18.34 是的 因为从华泰来说 的而且确 说到他的股价 刚刚上市的时候的确比较贵 但是跌到现在18元B这些位置 其实股值都相对去到一个比较理性 合理的水平 所以你说去这些位置再跌的空间 应该就不会说太大 即使你说未来的成交真的跌也好 现在这些股价的下跌 都在初步反映的因素 所以你说他未来 就算他真的升不到去哪里 但是这些位置再向下插的压力 或者空间 就应该不会说太大了 如果真的看股价 我自己给他 都应该有机会上去21元 22元这些位置 明白 另外也看了 今天有一个新股就是1456 国联证券内地的券商股上市挂牌 招股价就8元 现在去到4.85元 都是跟随市况上下 这股份前景你又觉得是怎么样 这些就没办法 因为本身它的size 又不是特别大 而且是吃正券商这个板块 市一差或者成交一跌 当然它的估额会是特别厉害的 今天如果你看到整个板块都要急跌下去 那这只新股 我相信短线里面 都未必说这么快可以上去那个招股价 所以大家之前真的有抽到这只新股的朋友 可能现时如果未走的话 都可能会是有些亏损的 都可以轻轻再渣渣 当然你的货如果不是太大的话 就拨去 未来有机会弹上去5.2 5.3这些位置 就可以先考虑去减榜 明白 Jason和你做新报 刚才我们讲过股份 和上一节 问答环节讲过股份 有没有哪只持有的 没有持有的 多谢你的分析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会有普通话环节 待会再见